在社區理事長的號召下 環保志工不但清除岸上雜草 甚至不為風寒、下水、清理、阻礙排水的廢棄物 就是希望維護自家社區的自然環境 尤其這座上德公園 是許多在地民眾休閒的運動空間 更需要長期來養護 所以即使醫護幫忙也樂在其中 這麼冷又落水 做運動很好 會冷嗎 不會啦 運動得多好 就沒有運動啊 這是有好玩啦 就有好運動啦 運動我們自己的身體 理事長班長大家的同仁都很好 都會互相照顧 然後來這邊做也一邊聊天 然後一邊做就覺得很開心 不會啦 我們來這裡做身體都比較好 快快快快樂 而畫面中設置在河道上的石座 原本是拉近民眾與自然距離的清水設施 但長久以來卻變成阻礙排水的元凶 所以地方反映給先議員陳俊宇 希望拆除一部分 以利排水的順暢 今天來看這樣 我們民眾也會再來再整理一遍 因為我們拜六來整理 因為這個 這個這麼多顆 所以 有時候水流通比較沒了 都會渣垃圾 拜六來整理現在又這樣 我就 我有意向說把這個給互相 看到這個就是這個 河床上的一個通行步道 最主要是要讓民眾來這裡 有一個更好的清水性 早期在這個河床上頭也有放垃圾 讓民眾可以下去放垃圾 減洗褲 不過就是 屬於管理 地屬局最近看來 這些石屍 因為做大水流 常常都會妨礙到水流 所以在這裡 我們剛才理事長也有建議 是不是可以把這些石屍來移毒 緊急來政府的邀請 管政府趕緊來現場看一遍 如果有需要移毒的部分 請管政府可以配合 共同來營造一個更好的 這個休閒空間 提供給我們民眾 有一個更好的運動 和鐵圖的地方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麟 採訪報導 小明星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